本期我们一起来评测的是这款Freewheel的7合1磁吸滤镜套装 因为我样片已经拍了一些了 所以我们边开箱边做介绍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简光镜 CPL 黑柔滤镜 ND镜加黑柔滤镜 82毫米版本 打开看一下 说明书 送了一个登山控 这个滤镜包还是很好看的 有一种买毒还猪的感觉 打开 OK里面呢 就是这个滤镜的套装了 抽拉式的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滤镜吧 首先呢 是一个磁吸底座 把这个底座转到相机镜头上以后呢 剩下的所有配件都可以通过磁吸的方式 固定在上面 更换呢 也非常便捷 这点设计还是不错的 然后磁吸底座里面呢 可以换它的底 那这个是ND滤镜的底 你可以换成ND滤镜加黑柔滤镜的底 比如说拍冷像的时候 然后ND滤镜加CPL的磁吸 吸上去以后 因为它是可调滤镜嘛 因为它是可调滤镜嘛 所以可以通过旋转来调节它的减光程度 CPL偏挤镜是我们在风光摄影中用的很多的一种滤镜 它可以消除水面的反光呀 叶片表面的反光呀 以及大气反射中的反光 让天变得更蓝 让风光照整体更加的通透 另外一屏呢 是6到9倍的减光程度 就会特别的黑 ND滤镜可以让相机实现几秒钟的慢门拍摄 就在一些水流的拍摄中的效果很好 基本上这么一套下来 日常常用的功能都齐了 ND2到ND9加上CPL的偏振镜镜 比较适合拍摄日常的一些风光啊 人文啊 然后呢像黑楼滤镜 比较适合拍摄人像写真人这样子的内容 OK 以上呢就是这款Freewheel的 7合1的磁吸滤镜套装的一些效果了 大家感觉如何呢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磁吸的设计 这样你可以把这个底部的这个阶圈 长期固定在你经常使用的这么一个镜头上面 这样当你每次要拍摄的时候呢 你只要选择合适的滤镜放上去就可以了 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呢 如果觉得还不错呢 不妨多多关注评论转发了 那我们下期的专业数码评测节目再见了